英国商务大臣说错话 动摇联合政府 英国商务大臣凯布尔 似乎引爆一场联合政府的重大危机 凯布尔是自由党的第二顺位 他跟每日电讯报的卧底记者说 将对媒体大亨梅多开战 不让他控制英国天空广播公司 凯布尔也说 自己有能力搞垮联合政府 英国首相卡麦隆决定 不再让凯布尔参与媒体政策的决定 但让他保留职位 天空广播公司的相关交易事务 改由保守党文化大臣亨特处理 据说他跟梅多的关系不错 联合政府的和谐已被破坏 两党党员现在公开对抢 资深保守党员急忙灭火 工党认为现在是进攻的好时机 工党领袖米利班德痛批 这个联合政府是一只纸老虎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